另外一支球队新农牛队今天也有心血报道 他是拿过四次日本职棒救援王的高筋陈武 未来将可以弥补牛队救援投手不足的缺口 而对于中华职棒爆发的假球风波 高筋表示他只是单纯的喜欢打球 并不在意这些事情 像22号球一新农牛沿用高筋陈武在日本职棒时最常使用的号码 就是希望被称为林先生 也就是救援林失败的高筋 能够在中华职棒也发挥他救援王的实力 在我们的中段跟后半段的时候 这个投手战的确是有一些状况 也希望在今年的球赛里面的话 有如我们的意料 有如我们的期望 有帮台湾加分的这个职棒加分的这个球员加入 我们在这边的话很期待 高筋陈武在日本职棒拿下四次中央联盟救援王 累计286次救援成功 是日本职棒救援记录的保持人 在美国大联盟和韩国职棒也都表现优异 在中华职棒再度爆出打假球事件 为何还愿意来到台湾 41岁的高筋表示他并不在意 一只要联盟的地方去台湾 所以日本很少这种事情 所以至于详细的一些职棒进度的事情来讲的话 根本不清楚 但是他来台湾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单纯来打棒球而已 找来高筋 辛龙牛除了希望他补足目前救援投手的不足 也希望队内的球员能够学习高筋对棒球认真 而且坚持的态度 为球队和目前终止低迷的气氛 注入新生命 记者玩家生猜名校高雄报道